为了推广艺术提升市民的人文素养 土城艺术推广协会在土城区公所的 金城艺朗及市民文化走廊举办会员连展 展出将近150幅的书法画作以及各种艺术品 土城区长杨志宏表示 公所长期以来推广艺文活动 借由艺术来沉淀人心 欢迎各界朋友一起来看展 整个艺文的推动会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民心 让大家有一些事情可以去把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 那这一次也非常谢谢土城艺文推广协会 黄理事长的用心 整个学员在这边做布展 那在我们土城公所的二楼跟三楼 那我们希望说各界艺术艺文的朋友 都拨控来我们土城公所 来参观这些展品 这些作品 对于推广艺文活动 新北市议员黄友昌也相当肯定 土城艺术推广协会的用心 长期以来对于土城地区的艺文推广 贡献良多 他也表示未来将继续支持这样的活动 我们土城艺术推广协会 在土城他们都很用心 在各项的这些 过年期间的正春年活动以外 他的妇女大学一些艺文的推广 对我们土城的市民真的是受益良多 他永昌也秉持了这个精神 常年 常年我是整 不是这几年是常年 因为我看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办理 所以议员的建议案很多都用 会用在这个地方来支援他们 这一次展出的书画包括传统的山水画 水墨画以及油画 展现学员所学的各种专长 书法的部分则是包括 钻 礼 行 槽 凯书等等 展现学员的个人特色 土城艺术推广协会理事长黄世仁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展览 扎根书画公益 并且推广艺术文化 展现学员上课的成果 也与大家分享创作的喜悦 因为会员有100多个 所以太多每一个人的风格 他们写出来 大概就是因为书法 我们讲书法呢 可以代表一个人 他的个性 有的人比较豪泛 有的人比较拘谤 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两屋画还OK 因为有经过教授来评断 所以说展览应该还可以 所以说整这两屋画 我也是蛮高兴的 我也希望说我们这次的 土城的艺术协会的展出 能够圆满成功 这一次展览的地点 位于土城区公所的23楼 即日起到12月29号 星期一到五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放参观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前往欣赏 数位天空新闻 土城报导 有兴趣的民众 有兴趣的民众 有兴趣的民众